好 来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来学习 经营到我们道内学 这个求道 修道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主题 就是六度波罗蜜 那这个当然是佛教的名词 但是呢 在我们修行的范畴里面 也不乏 以这样的一个修行的规则 来让调整 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 怎么样去让自己去做 先了解才能做 所以来到道场 我们先来学习知识 有这些知识之后 我们再来把它运用到我们生活中 好 六度波罗蜜 第一个就是布施 常常讲布施很重要嘛 那以前呢 我们比较狭隘的思想 就觉得布施就是一定是 钱 钱 钱 想布施就是钱钱钱 以前哦 要处理自己这些 好冤亲债主啊 或是这些 身体混乱的事情啊 总是担心一件事 就是我没有钱 怎么办 可是自己又很痛苦 又很想要到这个 宫廟去呢 寻求先佛的帮忙 真的哦 找不到门路了 只能怎么办 如果有钱的人 真的就是想说 花钱能消灾 还真的花得下去啊 那像我们这个 没钱的怎么办 就是尽量去找那个 不用太多花费的 可是 偶尔还是会花费得到 为什么 因为这一概有的 就三百六百不等啊 对不对 好 那 在我们学修的过程呢 好 我们要去了解 学习如何去布施 那布施不仅止于是钱 在我们道场 我们经常要 我们的道卿 去培养自己 布施的心 好 还有 我们这个道场 是有在开荒的道场 那我们有在开荒 我们就是 更需要我们的道卿 有这样的理念 那像我们板桥道场 跟着师尊一直在开荒 有没有 板桥道场的动力 实际是很强的 世间道场是最强的 为什么 因为 一直都有 学任上人 师尊的理念 在拓这个开荒 那开荒要有资源 对不对 有人才会有资源 没有人拿来的资源 那资源并不仅止是钱而已 还要有你们的心 诚心诚意的推广这个道物 那 这样才做得出 开荒的这件事 好 那 布施里面 我们最常讲的就是 财师 法师 跟无畏师 那常行财师 师财会得财嘛 如果您是在做生意工作 以及 你觉得 你的人生的这个财源 财力非常的困乏 那你更要布施 你更需要用 你的心 去发诚意的布施 少少的都没有关系 会累积出来 我讲一个实际的案例 我们台南道场 有一位师姐 他刚来的时候 这个生活非常困苦 他小孩还蛮小的 大概是国中生 小的还小六 大的是国一二 这样子 那那个阶段是不是 赠花钱的阶段 小孩正在成长嘛 就学费啊什么 赠花钱的阶段 但他来到我们道内的时候呢 蛮辛苦的 为什么 先生的工作 虽然是有 但是很少的钱 他呢 也没有很稳定 那他来到我们道场 先佛就鼓励他 要长行财师 那他也很困苦 他觉得 那没有办法 那怎么做 我们课堂上就讲说 你可以做劳务布施 你要把这个心发出去 那他就也很 很发心的 很努力的做什么劳务布施 就是清洁啦 清洁 就比如说结束的时候 把道场呢 拖地啦 扫地的 这部分他都一直做 然后呢 像在我们 以前在台南道场 那时候还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有 香鸡菩萨会去煮 素食来给大家吃的 那他都不敢留下来吃 因为他不好意思 他感觉 他都没什么钱的 保持 还来堂上 他不敢吃 那有一次师尊就跟他讲说 某某你就是留下来吃饭 没关系 吃饱了再走 不要不好意思 然后他因为师尊有这样讲 他才敢留下来吃 然后呢 他就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做 这样的劳务布施 若干年后 他就买房子了 大概三年 很努力的这样子做 如果他没有来这样子行这个布施 他要买房子 可能也蛮困难的 就是慢慢的改善他的运势 改善运势之后 运势提升 更加稳定 财运稳定 他先生也稳定 两个夫妻就去计划买了一间 虽然 可能呢 地点比较偏僻的台南嘛 可能比较靠山那边 可是也是一个窝啊 总是不是都爱 刚走出 应该要小一天 总是一个窝 然后稳定之后 现在就比较好 我们就是这样帮助我们的道亲 那他也很 很肯去发愿布施 你就实证实修的去做 一定会让你得到回馈 那在我们布施里面 我们道场 好 我们道场 您可以做小额的布施 像我们道场会不会有一些任供 很小额啊 一点点 那道场有时候会给 给我们的道亲去做事 因为有些道亲 你说他大笔的 他真的没有办法 像我们有的开荒 有没有 以一万为基底 真的没有办法 可是如果他是布施 那个任供 一百为基底 他是有办法 那你就可以做 多多少少您去做 可以慢慢的改善 你的财源财力 那我们会很鼓励道亲 去发这个愿 因为我们不会去管你 多少 我们道场就是一个 做随习功德的地方 不会去计较 但是就是要让你们 培养出那种心 因为最终那个回馈 会到你身上 又不是我拿走 对不对 像我们处理这个 无形的这个 着障障障碍 有没有给你开什么价格 一家 这一家 三百 我这个处理五行 一万 我们也没有这么做 就是都随喜 那就是我们学生上的世尊 要给我们的道亲方便 方便修 因为我们以前都会遇到 就是来的人 他在外面已经花很多钱了 百来万了 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师姐有百来万可以花 我都很 我都很惊讶 如果我有百来万可以花 我绝对不这么花 对 我怎么肯呢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花 因为那个灵鼻体太痛苦了 太痛苦 我以前有听过有一个 他的处理法是这样 他们有一二三四五层楼 五层楼有不同的 级别的先佛 然后呢处理的时候 就是用搬杯的 一楼 二楼 三楼 四楼 五楼 搬杯 然后一楼一万 二楼 两万 三楼 三万 四楼 四万 五楼 五万 这样搬起来 然后越来越高 那变成说去处理的人 会有种比较心态 哎 梅琳 你是搬几楼 搬三楼 我搬五楼 好像搬五楼 好像值钱 不好意思 你要花很多 因为我要花五万 你要花三万 变成他们有这种比较心态 那 他们就是这个机制在做 嘿 这个师姐呢 在那边花了一百多万 有没有处理好 对 所以他还是来我们这儿啦 然后大家想说 有那么多钱可以花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表示那时候只能那样做嘛 那也花到大队了 好 那 因为我没有去外面 跑过别的道场 我都是师姐们来这边结员 师兄来这边结员 告诉我的故事 甚至说 有时候归一 归一也要钱 归一要钱的 你归一进来 他说要归一的话 你要先到一个门槛 二十万的门槛 不然你不能归一 不能接受我们这个老师的 给你归一 二十万门槛到了 还要其他的花费 所以 如果你要归一的话 你可能要花到 一个价格 哇 那听到我也觉得很 体质 像我这种 什么都没有的 就无法遭受到 要去花钱的这个过程 好 那各位道青 我们道场呢 玄尚的师尊呢 给我们一个很方便的方式 多方便 只要你那一颗心就好了 轻化完 做中心 做自己 其实我们都不会要您 有什么财 财务上的困扰啦 我们这边就是告诉你 不骗财 不骗色啦 这样子 让你们能够安心的来这里 好好修持 就做你该做的事 比如说分配这个工作 你愿不愿意做 我们先问你 可以我可以做 那你做做看 不会我会教 我们会告诉你怎么做 那你把它做好来 为什么有功德 因为我们这个天命道场呢 真的是在做普度众生的工作 你在这里做一个小螺丝钉 你这个螺丝 运作得很好 这个大的机器 会不会运作得很好 会 所以这个小螺丝 有没有很重要 那如果有一个螺丝 冷气伸气要怎么 我们会把它换掉 快换一下 比较硬的 让我们这一个 道场运行的过程 非常的顺利 好 所以呢 要去建构我们的道青 一个财师 法师 无畏师 这个概念 好 财师不一定 就是都有钱 好 我们这边固定就是 如果你来学修 好 皈依了 如果一个月500块的护持 你不觉得有压力 那你可以参加 那个就是会介绍 参加你自己决定 介绍我还是要介绍 好 然后呢 道场一年的那个原神灯 你要不要点 好 要点 好 你可以来点 不点也没关系 好 那再来就是 平常时间的那种 小额的 好 比如认贡 100 200 看你要不要 给你做 好 当然有些 我们现在有些道青啊 财力比较好 他说 这个 6000块而已 我自己来了 师尊都会说 不要啦 你就已经有去 出来去处理了 这就 给人去 处理了 师尊 这我也 这我可以 也会 免免免免 6000块而已 他说 不要啦 你爱让人去做 你看 连这个都要给你们做 就6000块 因为那个东西 做出来 是布施给大众在用 是很多人在用 你等于就是 你跟很多人结缘 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想法 来让你们去做 这个布施 所以呢 你们 培养出 做布施的这个心量 很重要以外 布施的想法也要对 好 就是说 你们 要 对于布施 好 比如我做出去了 好 要对于 所施之物 所施之人 跟你所施出去的 这个心态 你要把它 平静 不要去取 不要去 讨要那个 所谓的 我有付出这么多 回报应该也要给我 就人的回报 那 财源布施的方面 财布施方面 在于你自己 在于你自己 行有余力的状况下 你去做 但是道场会去培养你 有这个心 不能吝啬 兼贪 如果吝啬 兼贪 你的果报是什么 是贫穷 那今生这么贫穷 已经这么贫穷了 这么没有福报了 那你就要利用 这样的一个道场 跟大家 结缘的方法 多多少少 你去做 多多少少 你去做 好 真的都不行 做什么 做劳务布施 好 你不能说 你的劳务 你都布施不出来 而且来到道场 要做什么 要做享福的 算重度重 你不行 也算重度你自己 这样有没有清楚 好 那法师 在我们道场呢 你要来怎么样 去做法布施 最简单的就是 把玄圣上人师 真的那个 按赞 留言 分享 像我们很快 按赞留言分享 那你就法布施啦 像我们有个道清 他就跟我说 他想要PO给他的朋友看看 但是呢 禁止于看看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影响到他 这样PO啊 我可以影响到他什么 但是我也担心 我这样子会不会让他 觉得很烦 我说你做做看 如果他有跟你反应 那就不要了 因为这个是 没有面对面嘛 你也不用就意来啊 啊 来哦 你快来 我们家很厉害啊 他没有需求 他也不用来啊 好 那你现在最好做的就是 按下去 对不对 好 这是最简单 再来 来到我们道场 我们私事赋予您 一些工作 职责工作 好 每个道场都是我们 一个传承的种子 的火苗 但是你要学得对 学得正知正见 你才能去传 来到道场 很多道清 甚至新晋道清 或是大德 会来到我们道场 对不对 你会不会有没有机会 跟他聊到天 有啊 不一定是干部才聊到天啊 第一线是谁 招待人员 有没有很重要 第一线他怎么可能遇到我 我先去招待啊 应该没有可能 太忙了 招待不了 第一线人员就是我们的 点箱人员 招待人员 这部分 第二线是谁 我们办事人员 道路人员 再来 来到楼上他会去找谁 领导人员 好 这些你都会跟他讲道话 讲得道话 就要讲适切的话 讲正确的话 去引导 你可以倾听 你可以给他提点 但都不要离开太远 去传承我们的法脉的理念 可不可以这么做 用你适合的言语去告诉他 那讲的时候要 要温和的说 好 这个布施 法布施 看你怎么样去带动跟去讲 好 如果你真的都不会 没关系 先修好你自己就好 无畏施 好 无畏施呢 就是说 让对方 能够安定 安心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像来到我们道场 有的人是都卡阴卡煞 很严重 会不会很惧怕 很恐惧 会 来到道场就是 他想要去拉一个救命的 那个服务 真的是这种心态 想想看那时候自己最痛苦的时候 是不是很希望有人拉你一把 对我只有经常去这样想 虽然那件事对我来讲已经很久了 你再逆一斤的事情 可是我都已经经常想说 那时候如果有人拉我一把 我一定会非常感谢他 我一定要祝福他好人一生平安 不论是先佛还是人帮助我 我都会谢谢他 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工作 我就是用这样的观想 我曾经遇到那么多 嗯 无形的障碍 那么多痛苦啊 无形的就障碍你知道吗 你又抓不到他 又打不到他 可是人又很痛苦 那又不能 因为那时候的我是很嗔恨的啊 很生气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是做了什么事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虐待我啊 那时候说 什么去抢去吃什么药 有吃啊 没用啊 所以那药被我丢掉了 我脾气又急暴躁 我脾气都不太好 人又很痛苦 然后又压抑着自己 又要去上班 哦 真是靠意志力在过日子 可是过啊过的最终 我也怕自己会爆炸 我也会怕自己有精神病啊 那怎么办 赶快来寻求道场的解决 那来到道场呢 我们的第一线的招待人员 真的很重要 我曾经讲过以前 来招待我的那个世界 他就是很亲切 那我就是酷酷的臭臭的脸 不太想理人 我原本的我是长这样 没有笑容的 然后他就点箱给我 妹妹会不会办 不会 然后来我们正殿主神 是要吃鸡母 来这边插箱 非常冷淡 可是我内心其实是谢谢他的 年轻人大概是这样 比较没标准 可是你也不要去管他没标准 或是说 他哪里都那个标准没尊重啊 你也不要理会他太多 不要想太多 当你在做服务的时候 就是你都不要想太多 你就把这个服务好这样就好了 不OK都是他的事 那像我刚来我就觉得 这个师姐讲的 这个感觉 我觉得蛮温馨的 我第一个对道场印象就很好了 都还没有去问世 第一个印象就很好 所以呢 在无畏师里面 我们要让人家安心 我们要让人家能够 喜欢来到这个道场 要有温暖 是不是要有温暖 说话就要怎么样 要有温朝的 讲较慢的 不要窄窄 怎麼一窄小窄 开一个窄 好不好 我这样就坏了 有的人说过了 你听到彻底很 Nate もの风起来 大的 就是他的哭条 他讲过atcher 没改 没有改 但我们来到这 就是开始修转讲话语气 讲话 JUDGE 那你在服务众生的过程中 就来调整你自己 你在服务的过程中 調整眼神、動作、表情、脾氣 你的肢體語言整個調整 久了時間你會不會變 對,你旁邊的那個人一定會看 欸,這個人怎麼改變了,怎麼厲害 我怎麼搞的,到底二十多年都改不理就來 他現在去新年宮這樣 兩百年就改了,怎麼那麼厲害 那就是你願意肯在這邊學修的時候 你會開始改變 好,第二個呢,持戒 這個戒律啊 在我們道場就是有一些規範 這些規範就是要來對峙我們的惡業 讓我們身心清靜 那當然,在於對峙 這些惡業的時候,我們要先了解說 讓我們遵守這一些 這一些規範 主要是讓我們不犯錯 對不對,不要犯錯嘛 好,那最基本的就是食善業 身口意的行為 你要怎麼樣去協調跟絕照 欸,我有這個問題,並改轉 並改變 好,時時刻刻在道場呢 去覺察這件事 你在跟人家相處的時候去覺察這件事 有沒有,有沒有道清這樣子去覺察在道場 你在講話啦 行為啦 眼神啦 有沒有去覺察 嗯,以前師父有講過一個故事說 我們一個道清師姐呢,講話就是很直啊 很直啊 就跟另外一個道清就吵架 在這邊吵架 欸,在道場吵架是我們最不樂見 眼神不喜歡人家在這裡吵架,很討厭這樣 我們就把請兩個人過來講講話說 啊,到底是怎麼引起的 啊,A就說,啊,口氣不好,沒尊重啊 B就說,啊,他的眼神不對 一個說口氣不好,一個說眼神不對 那到底是誰上來,兩個都有嘛 口氣不好 那不要理他,眼神不對 你不要看他啊 對不對 那他們兩個就嗆起來就是一個口氣不好 你怎麼,你在看什麼 呵呵呵,一個眼神不對嘛 那口氣就不好了嘛 好,那師父就給他裁決 說呢 你們不可以在道場去這樣吵架 好,也不可以 那如果真的有事情要一起共事 就把事情做好就好了 最基本的點要做到 不可以再這樣子了 不可以再道場這樣子 會影響人家的心情啦 吵起來不可以啊 那那個講話比較直接的師傑呢 他個性就比較衝動 他就說,我就這個個性了 哦 師傅說,你就這個個性 你都要改嗎 不改嗎 怎麼可以這樣 好 我就這個個性啦 好 意思是說,你們要接受我 有沒有 不然他幹嘛講這句話 我就這個個性 那 這個當下師傅在跟他協調 就跟他講說 好 你居然講這個話 好 那 你先冷靜冷靜 這個職位先暫時不要做 你先去做一般道情 先不要做 好 等你想好了再說 等你改了這個 你不能讓我們接受你就這個個性啦 不行啦 好 那在這個過程 他有沒有想到他對峙他惡業 沒有 他要人家接受他那個喜氣 這樣行嗎 不行 所以有時候要經常回去回想一下自己的錯誤 常思幾過 回想錯誤並改正他 你改正就在轉念喔 改正轉念的過程就會改變你的業障 所以這個戒律就是要讓我們對峙惡業 讓我們身心清淨喔 很重要 戒律在我們道場 我們會規範這個規範那個 有沒有 一級幹部都會知道 這個規範喔 會跟大家講 我們這個公告欄都有規範的 為的就是讓我們各族運行順暢 也不要讓我們道清有壓力 好 再來 忍辱 忍辱 就是要度稱惠 達到無真 喔 無真也是在道場要去做的一件事 學修的一件事 不要跟人家吵架 好 那稱惠之心很 最嚴重就是火燒功德靈對不對 對 一把無明火 燒掉天空的靈 喔 好棒喔 這戒得很好 哈哈哈哈 一把無明火燒的萬片的功德靈就消失了 所以你不能讓你的火 稱惠之心先冒出來 稱惠怎麼辦 怎麼把它滅掉 我忍 更氣 哈哈哈哈 轉念 轉念 好 來 你這個忍齁 一種就是忍得住 但心中還是有怨 初期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先這樣做 我們先忍 你怎麼不忍吧 不忍就吵架啦 先忍 但心中還沒有怨 有 這叫深忍 好 第一個層次 好 再來呢 第二個就是說 你對於這個忍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對峙他 你為何稱恨 覺察你的稱恨心是怎麼來的 個性上到底是什麼弱點 為什麼我會因此生氣呢 哈哈 為什麼要生氣 好 這就是 在忍裡面去覺察你這個生氣是哪裡的 乏忍 乏忍就是這樣 你覺察 每個人生氣的點不一樣啊 這跟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 像我們有時候到聽會說 啊這樣子講我就很生氣 我聽起來就沒感覺 我說這有什麼好氣的 欸 可是到哪一天 換我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覺察說 哇這個人講這句話我好火大哦 但是我會知道我把他壓下去才會有這個表態嘛 哦火大了 我知道我生氣 可是哎呀 為什麼我好生氣哦 每個人是有一個點 弱點 踩到你的點 你就會火大 我就會不高興 像我們 初期我來到道場 我就是覺得要尊重人 尊重人 當我坐上聖物桌的時候 我才發現 蛤 有那麼多人是不尊重人的啦 哈哈 我問事問到一個 你回頭頂呢 哦哦哦唷 我真的是 哦哦唷 我都給我抵架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欸你帶著靈架被人家回頭頂 你看我回頭頂 你看看他看他感覺 你帶這個哦 然後板師傅 你要問什麼 你回頭頂 欸你真的會抵架呢 試看看 哈哈哈哈 我當下就 蛤 哇生氣 而生氣的當下呢 我們的仙佛又很 很厲害 很能對峙我 壓下去 他叫我壓 我也得壓 因為不壓不行嘛 我就不能生氣 因為我一生氣我會發抖 他就壓下去 轉個頭說 要給我試問問嗎 哈哈哈哈 我還是要問他 你還有事要問嗎 嗯我還要問我女兒的事 來來來我女兒來來來 她的事問完了問女兒啦 嗯 很難走 這一場次回到家 開始深思熟慮 到底為什麼要做這個工作 欸這個就是我的點 聽懂了嗎 我的點在哪 我都會很尊重別人 所以我也希望人家尊重我 所以我不能接受別人不尊重我 那這個點在於我的心裡 就是一個 我的毛病吧 那現在的我會覺得 不尊重我也沒關係 因為那個 我的個性那個時候 跟已經好幾年前解開了 可是當時我剛開始做的時候 我不能接受欸 我真的不能接受 我想說 我根本要做這個工作 坐在那邊 好 那有時候 自己經歷過之後 又聽聽別人故事 的時候 就會釋然 我聽最多就是師父的故事 那忍路 修得非常多 人啊 那 我自己就想一想 哎呀 想想師父的故事 跟自己的 哎呀真的是小屋間大屋 我們這個算什麼東西 好 還有 自己轉念 沒關係啊 翻到上面就翻到上面 一翻到上面 哇 再這樣觀想 就 再把它解開一點 因為他 他生氣的時候 他是對著技工師父 他其實 雖然肉體是我 對不對 可是我是會生氣 然後在做更久時間的時候 我就 告訴自己說 我的生人 做到了沒有 我的法人 做到了沒有 到後面就是 遇到如果就是比較 有狀況的這些 大德或道慶 我沒有感覺 無感 我就是把這件事做好 就好了 他的任何情緒 跟我沒關係 你這樣發脾氣啦 沒有關係啊 說話 沒有 沒有 都沒關係 那是你的問題 因為那是你的壓縱 到我沒有關係 再轉念 啊就 事事稱恨心就不見了 好 講這個歷程給你們聽就是 到時候 如果真有 在道場遇到這樣的事情怎麼辦 對方的事 對方的事 第一個先不要吵這樣 第二個先看看自己的問題 如果真的是自己的問題 要改啦好不好 不能說都是你的問題 我都沒有問題 這樣也不行啦 再來就是 如果真的對方 有問題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怎麼樣去柔和自己的態度 好 因為我們到場 經常會有個現象就是 心靜道慶呢 道慶不夠堅定 在這邊相處 總是有人 有嘴巴就會講話嘛 對不對 可能一句話你聽得 哎呦不入耳 你就覺得哇很受傷 然後咧 我就不來了 啊 到場你不來呢 我是 因為我現在比較忙 我很少會打電話給你說 哎 叔叔你怎麼不來 通常不太做這件事 可是我會問一下說 他周遭的朋友說 這個人的狀況怎麼樣 但我也只問一次 我不會一直問 我不會去打電話給你 一直問你要不要來 我不會一直問了 因為人太多了 好所以 有時候要建立起自己的這個 自信心跟 你 對於這個 聖連宮道脈的堅定感 很多道慶來 歸一 有比較好 他以為他都好了呢 其實沒有 還沒有全好 只是有比較好 靈有比較穩定 然後他們會因為一些 延遲或是講人不開心啊 就不來了 可是為什麼他們可以不來 因為他們現在沒有怎麼樣 可是等到 業障像海嘯一樣來襲的時候 他會再跑回來 所以各道慶路 你發現有些人沒有來啊 不用問我 不用問我 因為有時候他們會請假 有時候是他們真的不想來 那我們在 對峙於這個忍辱 忍辱的時候 你要如何去做到 後面也不用忍了 直接轉念 連忍的感覺都沒有了 那 這就叫做無聲乏忍 用智慧去對峙他 沒有什麼好生氣的 氣什麼 他對我們無理是他的事 氣什麼 他對我們批評指教 毀謹 跟我們講得這麼難聽的 那你的事 我就不是這樣啦 請猜你 你一定要做這個觀想跟轉念 不然你氣死啦 到場呢 人 嘴巴又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可是耳朵我們會不會控制 可以啊 你可以把他關起來啊 好 所以呢 忍辱呢 忍辱就是在度自己的稱慧心 達到無真 不要跟 人 事物 有起真值 延遲上的真值 這樣子 慢慢的去修到真正的 忍辱波羅蜜 忍辱的波羅蜜就是智慧啦 忍辱的上的智慧 再來 精進 我們這邊的精進呢 就是 在於我們的 靈修靈療 道務 公關招待 各主工作 工作安排給你的時候 你要怎麼安排你自己的精進 學習 好 三寶心法的學習過程 你要怎麼要讓自己更精進的去做三寶心法 可是 纏坐這個過程其實 是不是一個 不好修煉的事 纏坐的時候會不會睡著 廣這個就很難對峙 你們用了多少時間對峙這個睡著 這五分鐘 睡去啊 頭燈樓台啊 咦? 咦? 啊我睡著了 那無迷樂佛 因為為什麼 我們在 我們在修三寶三寶心法是在練專注 那為什麼要練專注 旋觀俏 對不對 好 好 其實呢我們學習三寶禪修心法出的練那個定點 除了让我们这种灵修体质 躁动的这个磁场降下来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生死关窍的窍门 就是在玄关 那我们要让我们现在 在学修的时候 能够达到那个定境 让我们的玄关窍 专注出入口在这 不然真的要回去那一天 你能有把握吗 这很难讲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练习这件事 玄关窍要一个专注集中 舍顶上二气场运行 气场运行它是自然的运行 不导气 不观想气 不引气 不是气功啊 不要练气功 我会去 Q来Q去 现在Q来这 QQQ 不对啊 不可以Q哦 不可以导气引气 观想气哦 你主要就是放松 让呼吸自然 然后让那个 呼吸自然的调整的 刺畅自己的运作 呼吸自然 刺畅运作 自己去充满 然后你只要专注 广这个点 虽然是用讲的 可是有多难做 有没有很难做到 问一下各位做到哪个层次了 都没你做啦 都睡去啦 那有时候我都会鼓励道青 五分钟十分钟你就坐坐看 尤其你们来到道场 如果还没有什么干部职位 或是说有干部职位 先把自己的功课给做足咯 你功课要做足啊 你也不能说我一直 我一直拜众生服务 那功课都不做 这样也不行 这样也是会零逼体 所以你们在做的时候呢 就看时间 如果你觉得今天坐下来 磁场不错 绝对不要下座 坐下去 撑过去 有时候静坐很奇怪哦 今天就还好 坐下去躁动 奇怪 明明今天心情还不错 拼命躁动 在躁动什么 怪怪的 可是明明有时候今天就还 就是 好像不怎么顺 可是一静坐下去 哇好近哦 哦 这个磁场感 哇 定静感 非常专注 打开眼睛 哎呦40分钟了 我今天坐得不错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很难讲 因为很难讲 所以呢 我们只能长时间的去练习 那 这个精进呢 要精进什么东西 我们除了要精进 不断的努力的去 学习 我们的这个组织管理里面 我们该做什么工作 我们把这个小螺丝 做好以外 还有 了解我们三宝心法 宣上师真 推动的法脉 你都要了解 你都要了解 好 了解我们的佛法义理 我们的三宝心法 去推广 你要自己学习 自己精进 好 再来呢 在自己精进的过程 自立才能立他 自觉才能觉他的过程 你要自己先提升起来 不然你那三宝不讲解释 有没有团 不可以 对吧 所以你都要先自己 能够勤劳的 先让自己学会 好 然后呢 过程中 我们精进来对治这个懈怠 并把握时间 把握时间 时间最珍贵 时间很重要 来到道场呢 请能把握时间 把功课规范好 比如说我今天就来 我就基点来 我开始做几分钟 然后去训题 然后吃完饭 然后开始做服务众生 今天安排什么工作 认真服务 过程中 有要改进的认真改进 回到家 可以 家里的环境可以 就进座 不行就不要做 来到道场做 这样安排自己的精进功课 你们要自己定课表 我们有道庆都会问我说 那妙真 我都有来啊 我还要做什么 你都有来 对 我知道你都有来 那你要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 我就觉得我这样做 好像没什么目标 我们这里目标那么明确 你还跟我说没目标 你不知道来这里要干嘛 我都有听课啊 然后勒 听得懂吗 就都有听 要不要听进去啦 有没有服务众生 有啊 都有服务众生啊 我最担心的就是 遇到这样的道庆 他都来了 他还在没目标 我们这里目标是定的很明确 有没有够明确 你总有个目的吧 那如果你目标不明确的话 请你发愿 对 你没有目标 就是你没有发愿 你先去看看那个七愿行 愿成三宝共天道 愿度众生共荣华 我们七愿行 但那个可能是一个很大方向 可是如果都没办法的话 怎么办 先发个人的愿力 个人 对于你有好处的愿力 什么叫有好处 身体健康啊 对不对 灵壁体消失啊 这是不是 那我为了要 我是不是要经济 我是要排课表 我就是要努力混费 对不对 那就目标是出现的 我最怕就是有个道庆 来问的时候 课的我都有听啊 我都有来啊 可是我不知道来这里要干嘛 课听成这样都还不知道要干嘛 对啊 我也不知道耶 我最怕听到这个 我最怕听 我问你说 你怎么样 我妈不知道 你妈不知道 我妈妈不知道耶 你问我 要做什么 你自己爱知道啊 你怎么不知道 你有什么要来 我的身体 我的材料 我的材料 我的家庭 还有我的什么 我的人都没嫁就有老公 吵不吵 对不对 生不竟 这也是啊 是嘛 对啊 这是可以求 对 对啊 对啊 对你跟一个年轻啊 人家求我就算了 对吧 对啊 这是不是一个目标 是 对啊 这 这就是你的目标啊 一个目标 是不是你要定下去 就是要去努力 对吧 试试看嘛 像我们这边 年轻人就是最 诶 现在 很少人结婚啦 很少人生小孩 以前我还有做很多的 那个生小孩 那个要来求职的 哦 油饭蛋糕吃不完 诶 呵呵呵 现在都没有啊 呵呵呵 最近很少吃油饭跟蛋糕 呵呵呵 好 年轻人都不结婚啦 哦 啊 啊 像 像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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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求小朋友的 通常就是妈妈的体哦 冷啊 比较冷啊 啊 子宫啊 比较冷啊 那这个 通常你是第一个 中医调理 对不对 对 第二个就是要来静坐 静坐把阳气提升 让这个 妈妈的母体 有没有 嗯 比较健康 比较好拙 对 比较好拙 床之后呢 那你再好好的养胎 有没有小朋友 有 哦 可是呢 这是不是一个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道青男 你是要鼓励他好好静坐 去静坐啦 去静坐啦 什么都没你的事去静坐就对了 你靠胎生 靠胎生 靠胎生 你去静坐 诶 我们有这样的人 这样子 有小孩的咧 啊因为没办法啊 胜部对了小孩 也是一种业障啊 对不对 也是一种阻挡 我们在台湾道场就有一个 哦 很夸张 他求职路真的很辛苦 诶 第一个不见了 第二个不见了 第三个有生出来 第四个 诶 一二三四 啊他留掉四个 他就留掉四个 厉害 好可怕 诶 但是呢 假的是五个女 一定要跟生一个 再生一个就对了 女婦女婦不管 一定要再生一个 啊现在要留 诶啊 我们现在就是 把他倒三天啊 把他处理好开啊 啊 要把他建议说 如果真的有心 要把他工作放下 工作放下 调整身体 不然呢 也会不好生啊 好 不是说 呃 要生之前 要先安胎吗 诶 啊有时候 因为遇到这种现象 其实当然也是有些阻碍咯 是不是 好 我们讲到这个 是不是蛮实在的目标 所以呢 我就最怕遇到那种 跟我说他不知道的 蛤 你都不知道你来这里干嘛 那我也不知道 诶 因为我们道场其实给的法门 跟方式非常的明确 而且也会一直督促我们的道亲 不要浪费时间 对不对 一直讲一直讲嘛 那怎么还会不知道 那表示说 一个如果经常回答不知道 表示他对自己根本不用心 那这种人我怎么帮 随远 好 精进自己就是请你自己 排定你的功课 对峙你的懈怠 还有再来禅定 好 禅定我们上次 有没有讲过一个课程 就是说地水火风 有 好 调理我们身上的四大 地水火风 让身心放松 这是身体的 身体的地水火风平衡了 身地 好 身地 好 再来呢 讲话 讲话有哪四二页 来讲一下 没人说 好 这个讲话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学讲话 可是却用了一辈子的时间讲坏话 好 讲话 好好学 妄语 其语 二口两舌 记得 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个性 那也记得把它改转 好 在禅定的过程中 在静坐的过程中 绝照绝察 自己的身口意 有没有犯错 好 再来呢 意定 意定 就是要让自己身心清静 清静 才可以跟你的灵源相合 因为我们本源本来是清静 太污浊 它合不了 所以来到我们到场做灵修 动禅佛舞 静坐 以及去帮我们的道清灵疗 供果力 回转 回向 都是为了让我们身心灵 灵源 静化 才能跟你的先天气 此场相合 好 那 内心清静 的修持 声口意 除了说 静坐 禅定的这个妄念 把它降低以外 还要让你这个声 口意 都清静 这是禅定的过程 那这个是不是也不好做 先懂了才知道怎么做嘛 那你在做实证的过程中 你要让你的生活中 去做到这件事 圣读 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也要去注意 再来就是般若 般若的意思就是智慧 智慧 智慧的产生 要由前面的这一些 的精进的去运作 为什么 这一些都是会让你 功德力提升的一件事 这样在我们这样的道场 灵修道场 功德力提升 是真的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发现 你有个砍 过不去 过不去 关卡 所以说学习 学习 灵修灵疗 都有可能有一个 关卡过去 那表示你的功德力不足 我讲一个故事 小故事 以前我们在培训 一个道卿的时候呢 前半段他非常努力 认真训题 那他有一个很 就是他有同胞姐妹 要跟他共修 同胞姐妹就是 不见的嘛 那这个同胞姐妹 就是认为 这个姐妹欠他 所以一定要他共修 回向给他 当然他有灵修的一个需求 这个词节呢 学到什么 变成 有缠缠 你知道吗 他学到开语的时候 障碍出现了 他学到开语的时候呢 他跟我说 他一直接不到 那个讲话的磁场 我就说 为什么你会觉得 你讲不到 他就说 我就觉得卡卡的 好 那我们就在 训题的过程 帮助他开语 开顺的 顺了之后 是不是要唱铃歌 开始唱歌嘛 到唱歌的时候 他的障碍又来了 他跟我说 他在家里所学习的曲调 他来到道场都不能唱 唱不出来 那这是不是个正常现象 是不是 不是哦 是不是 不是 是哦 在家里所学的 你来到这 你不会唱是正常现象 我先这样跟你们讲 你们在家里所学的时候 是你忍在学 你的灵不会啊 灵如果还不会 你人是一定不会 如果你的灵会 它会带动你的人 就会 你有没有理解 像我 我根本不用学灵歌啊 我老早就会了 如果我用我这个态度 去教你们 那我会觉得 你们都不会 你了解吗 每个人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可不可以用我的程度去说 说 哎 那你还要学两在 你怎么不会开语 那这个不用啊 就先天就会 我可以用这个态度吗 不行 那我就教不了人家了 我要去理解 每一个灵儿 他的程度 然后我再告诉你们 怎么做 那 灵歌这些事 就是灵要会嘛 所以你人要学啊 人先学 人会了 可是灵不会 啊你就接不到磁场 还有 当下你来带道场的 那个磁场频率 是灵界的 灵界给你说 我要唱姚命龟盘 你就唱不了南海古佛啦 那了解吗 你一直在想南海古佛 南海古佛 我怎么唱 我怎么唱 可是 你的灵不唱啊 你就唱不出来了 这个你能懂 你才会 知道后面 为什么会有瓶颈 然后呢 他大概就是 在这边有瓶颈 因为他在家里 很认真练 他真的非常认真的练 可是来到道场 一句都不会唱 卡住 我问他说 没关系 卡住就是放轻松 你当下感觉 是什么磁调 你就唱 他就跟我说 他想唱 技工师傅的调 我说那你就唱啊 然后有一天呢 他就跟我说 我不想唱了 我说为什么 我想唱了 他都不让我唱 我不唱了 好 他出了什么问题 听得懂吗 他出了什么问题 听得懂吗 你听得懂吗 他出了这个问题啊 他怎么在 他怎么在发脾气 你能听到 他跟我说 我不唱了 我就要唱 关于佛母的调 唱什么技工师傅 我不唱了 然后傻眼 听不听得懂 这个描述 因为这个是实际案例哦 我说师姐 你刚发脾气干嘛 我在家里很认真唱啊 他为什么来到道场 不让我唱 又丢肩沾地 我就说 没关系 自然一点啊 你发什么脾气 当下就不是这个磁场 你发什么脾气 他就说 不唱了啦 这样了解吗 他的障碍出现了 障碍在哪里来 障碍在哪里来 他为什么生气 你一生气 你敢召你的冤心寨主 来挡你 小心一点 别发脾气 别发脾气 那他就从那次之后 就没来了 是的 我还来 也都说不唱了嘛 当他说不唱的时候 他有冤心寨主 就如海浪一样 哼 你听懂那个意思吗 这是一个实际的案例哦 他前端他非常的认真 从训题 学灵语 到唱灵歌 他都很认真 可是到这边是一个 缠绊的时候 他过不去了 他为什么 因为他发脾气 我说你发脾气要唱什么 他是真的在发脾气 说我不唱了 那我就跟他说 你当下就没有那个磁场 你要唱气功师就唱啊 这我就会响 我不想唱啦 哼 你就会响 你不想唱 阿爸又让你唱很多 你会响你就先唱嘛 他说我唱 观音符标不可以吗 我说可以啊 你现在就不会响啊 你听了没有吗 你的灵不响 当有时间会响 他就会唱了 这样你了解 比较自然 你有要比较自然的吗 听得出来吗 对不自然 学这个灵的世界 灵跟人的意识 什么时候是分开的 什么是合在一起的 什么时候是分开的 什么时候又是合在一起的 如果灵的磁场 再降下来的时候 你要先顺着灵的磁场 自然 放给灵去处理 这样你了解吗 但人为意识的东西 你要如何拉加 人为意识叫四神作用 他这样子就叫四神作用很重 他要用自己的意识 去控制那个灵 你觉得可以控制吗 谁在控制你 灵在控制了 对不对 那你要到一定的稳定度 你才可以跟你的灵 你个人的肉体 跟你的灵才能五五波 互相协调 而不是互相控制 初期来混嘎的 那个 稻青 他们灵的磁场是 八九成 自我意识会降到最低 那个比较危险 为什么 因为他灵在控制他的肉体 个人都给 没有意思 会练到五五波 你可以通知他 他可以通知你 这是灵嘎 再来就是 你的意识会比较高 但 你随时可以放给他做 他就上来 那你的意识心要怎样 非常的清静 你的事成作用 非常的放下 那你就自在了 这就是没搞 那那师姐呢 他就给你发脾气 所以他就没来了 那这样子怎么办 是不是他有关卡 我跟你讲 我只要看到 在学习的过程 尤其学灵的工作 他那边发脾气 他没过关了 因为完全这次就来动 跟他海啸 那你就被他淹没了 过程中其实 如果你真的很不开心 其实 你就把心静下来 然后再调整一下 你的心态 再重定一下 你的目标 不要 超之过急 也不要 就是 他给你的磁场 如果是这样 就先接纳 因为他还不会 你急什么 如果这么急 变成你的障碍 那损失的是谁 还是你自己 对 好 所以呢 这个师姐就是 落在一个 当下我跟他讲的时候 他就不听 他又发起脾气 发起脾气就没有了 智慧就不见了 他一定没有办法 静下来去想事情 好 所以呢 我们来到这边学习 我们先了解 六度波罗蜜里面 在我们道场 你要怎么去运行 怎么去做 好 知道了 怎么去做 那你要在你的生活中 去实证 体会 好 然后慢慢的去了解 在我们灵修道场 如何去运作六度波罗蜜 这样没有理解 因为其实这个 在佛教课程很多啦 那当然我们要把这个运用到我们这种 灵修法蜜 这比较重要 这实证实修比较重要 那慢慢的懂得名词之后 再来放到你的生活 再去觉察 再去观照 然后在我们共修的时候去运用 运用 运用 然后你再看 在过程中 有没有某某某些道青在跟你共事的时候 你特别觉得 嗯 怎么会这样 怪怪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感觉来了 小心一点 赶快跑掉 那我们这里是一个团体 大环境 大家庭 每个人有不同的观念 想法 思维 那把你的心放大来看 宽容来看 那你的接纳度才会提高 这样子 那今天的课程就是六度波罗蜜 希望大家能够依照我们这样的一个 知识 运行在我们的生活中 运行在我们的道卖中 好 那今天课程要上到这里咯 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